请看一下 请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公司的主力产品 主力产品主要是科技类 其次是家具 其次是办公用品 那办公设备 然后点选2015年 这得到的一个资讯 这个意义是指说什么 它跟等于说是 往年的资讯是 得到的结果是一致性的 都是科技第一 家具第二 第三名是什么 办公用品 接下来这一年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了 本来在第一名的 科技 现在跑来第二名了 有看到吗 这件事情对公司来说重不重要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样知道 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吗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在2017年 2016年做完这些资料 2017年你就跟老板来去讨论 请问一下 2017年一定会针对这件事情来去做改善 也就是科技类应该要上升 好我们来去看 有没有去做有效管理 好 点选2017年 请问这是不是代表 有 有做有效管理 有听懂吗 这个有效管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你将来 如果说你永远都只想做别人的 那个就是 有帮别人做事 我会觉得说 那就蛮可惜 这一套绝对可以帮助你去做管理 这样了解 2016年到2017年这边的变化 就是在说明科技类有被管理到 有被击合到 这样问题才能够解决 到了2018年 有看到吗 2018年有没有看到 是这一个产品突然冒起来 然后家具类的产品下降 这样理解吗 好 再一次的 我一定要请你们记住 记住 就是如果这个时候 老板一定会提出来说 那为什么家具会掉下来 是在哪一个地区 家具里面的哪一个类类别 对不对 这都是老板会问的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都算完 对不对 没关系 自动分析 不要忘记了 结果 结果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他不帮你算 为什么 因为你的轴是文字类的 不是时间 他没办法帮你去算这些东西 好了 所以我们继续要往下 所以请把这张图为了节省时间 可不可以复制 当然可以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空白地方点一下 贴上 请把这张图为了 请把它搬下来 然后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就直接把轴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纸类别 换成这个轴 增加一个产品纸类别 当我没有这个产品纸类别的时候 请你仔细看一下 我有没有上面的这几个 像这个是时间 上面是不是都会有这几个 向下探索 可是我现在没有 当我今天把产品纸类别做成 产品组类别的阶层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出来了 可以吗 文字阶层是这样产生的 接下来我就把产品组类别给关掉 可是通常这样子的内容不太好 他这边提供一个很棒的图 很棒的图是这一个 漏斗图 也就是下一次我们可能要请你去涮那个贫富差距 你觉得对于一家公司来说 主力产品跟那种卖的非常不好产品 希望它差距要不要很大 绝对不要很大 可是这家公司 几乎可以把那个卖的很不好的东西 可以当正品赶快出清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那个销售差异非常的大 这前面两个 凤子跟确实是主力的 主力的纸类别产品 可是这几个几乎都赶快把它给除清 可以吗 然后麻烦麻烦请仔细看 仔细看 我这张图希望我呈现 2018年的时候 它要告诉我哪一个产品 类别有问题 所以也要做一件事 就是针对销售额改成GT百分比 可是它已经改好了 所以我现在我就直接操控给你看 记不记得 2018年 2018年 这个产品主 类别是不是大幅下降 对不对 从第二名是不是跑到第三名去 对啊 所以Ctrl鍵记得点它 请问它是四个四个东西 所占的比例都蛮大的 知道吗 就是不是唯一某一个产品 是四个四个全部所占的比例都很大 所以是四个子类别都占的不好 听得懂吗 好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其实是从它复制过来的 我只换了一个东西 把这个换成子类别 可以吗 然后图改成它 这样子的话 不要每一个都是直条图 全部都是直条图也不好看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最后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要教你储存档案 储存档案很简单 就是纯粹PDIX 因为我担心你看不懂 下面这张图代表的意思 所以我再讲清楚一点 例如说2018年 2018年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产品组类别 所以我就卡托 因为产品组类别在下降 卡托这样住 点它 请问一下 它名次在第二名 当然要比第四名来的高 对不对 可是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一个名次 跟这个名次来做比较的话 它在下降 有听得懂吗 这个叫做 这个它在大幅下降 Focus 为什么 我把这件事情讲完就好了 因为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它应该 第三名应该要比 第四名来得宽 来得长才对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再举2019年给你们看 这个2018年的 这个Office Supply 来去跟各位来去 那个分享 你有没有发现 它应该大于第四名 对不对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 第四名它变更长 所以 这边你要看的是成长 谁在成长 这一个 这样会看了吗 会不会看这些 你要会看这些图 你才能够去解释 然后 问题的发生 然后呢 我们最后做一件事情 档案 档案 另存新档 我通常 我通常习惯是把它 就是存在 我指定的一个位置 像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 我就把它取名 今天是做商业智慧 然后加一个日期 20202012222 哇今天好多 2 存档 这样可以吗 好 这就是我们一刚开始 我们希望你稍微了解的 视觉化分析 终活